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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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重阳 尊老敬老 试老化改造 智能终端 开启长辈模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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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关注供暖 昨天在节目中我们已经说了 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和部署 长春市具备开栓条件的区域 在15号临时要开栓供热 也就是说还有不到6个小时 供暖季就要正式开启了 这几天气温是越来越低了 提前开栓对于居民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而为了保障准时供热 今天长春市的各家热气 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准备工作 下面就跟随记者战兵 看看准备情况 首王都市供热机察队陪您温暖过冬 我是记者战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大唐长春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三峰站102号热力站 根据相关部门的通知 10月15号临时具备开栓条件的 供热区域全部开栓供热 目前长春市的一些热气 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 从而保障市民的供热温度 我们大唐长春热力站中公司 我们总供热面积是 2217万平方米 负责东部二道区 京开区 还有西部高新区和南关区 四个城区的供热面积 承担着16万用户的供热任务 我们目前这个供热管网 已经正在逐步的升温升压 那么按照要求 我们事无零时 是完全可以达到 全面开栓供热这个条件 那么在换热站当中的 一级网供水总门 记者已经摸到了管道 有明显的温度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已经提前一天进行升温 这样也能够保证 在15日零时 任用户的家中 能够感受到温度 因为供热有个传导性 那么用户会随着我们热量 逐步的提升 慢慢就感到热量 家中难免会出现 管路的气度现象 除了压力提高 也是可能会出现 跑猫低漏的一个现象 所以用户在这方面 也不用着急 我们有24小时的 供热服务热线 963789 我们工作人员 也会第一时间 到用户家 求用户解决一些 这些供热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了解到 长热集团 同心热力 中锐热力等热企 也已经做好 15日零时开栓 供热的工作 供热初期出现的相关问题 也可拨打科夫电话 进行反馈 守望都市战斌 于风报道 应该说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齐了 除了大唐 长热有限公司 供暖期到来之前 长春市的各家热企 也都基本完成了 锅炉 供热管网 换热站等 主要的供热设备的 全面检修工作 另外各个小区 供热设备的调试 和冲水施压工作 也都基本完成了 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 都为京东城区供暖 提供了保障 现在开栓 长春市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我们的记者陈汉 也来到了大唐长热 吉林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作地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里的准备情况 你好 陈汉 你好 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大唐长热 刚刚通过我们记者的片子 大家应该也已经了解到了 从15号的凌晨 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长春市 部分符合条件的热气 就要开始提前供热了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唐长热 就是其中之一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来自我们大唐长热的工作人员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目前咱们这个企业所负责的 都有哪些区域 包括咱们的提前准备情况怎么样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气开区 朝阳区和绿儿区的供热工作 公司从9月17日开始 进行了一次网注水工作 目前呢 一次网二次网都在正常循环中 通过我们的参数能看到 一次网已经进入了升温升压状态 二次网呢 正在逐步升温过程中 我们看一次网的温度 其实现在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对一次网现在已经达到了 五十十步 那我们居民呢 应该也非常想知道 在这个刚开始供热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对于我们居民来说 这些问题可能很难解决 那么咱们这个热气 除了这个一部热线电话以外 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办法 能让我们居民能快速 联系到企业来解决问题 居民朋友们除了拨打 我们公司的963、789 服务热线之外 也可以到我们公司的各个服务点 与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我们公司采取供热管家式服务 在各个小区的楼洞上 都粘贴有这种宣传告示 上面有我们供热管家的联系方式 居民朋友可以通过上面联系方式 联系到我们的供热管家 同时呢 我们公司从明天开始 在部分小区设置了 供热服务包修点 这样呢 会大大缩短 居民用热问题的处理环节 在供热服务包修点呢 也会有这样的宣传手册 进行发放 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供热的基本知识 和我们服务包修点 人员的联系方式 请居民朋友们 遇到供热问题 及时与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 那么大家可能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啊 就是说 自己家什么时候能热起来 那对于我们这个企业来说 所负责的这个区域 也是非常广的 包括这个七开区的很多居民小区 那目前这个时间段 是不是已经开始有陆续 各个小区 可以感受到家里的温度变化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时间 像七开区的金色欧城小区 41节区等居民用户 应该已经对室内温度 有一个变化的明显的感受了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刚刚这个通过他的介绍 我们大家也了解到 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个小区内的公示板 看到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 那么在这里呢 也要提示大家 在一旦遇到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 也要第一时间联系 我们的这个热起工作人员 主持人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陈翰 我们也知道 刚一开始供暖 有些问题 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也希望大家 像刚刚陈翰 叮嘱的 记得及时联系到 你们所在的这个热起 找到他们的维修人员 赶紧上门排查 同时呢 其实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又到了供暖季了 我们守望都市的 供热集查队 也蓄势待发 应该是这个板块 已经陪伴大家 四年的时间了 这四年的供暖期 我们的几十组记者 都会奔赴全省各地 为热用户解决难题 光去年一年 我们就受理了 投诉四千余条 对于这些投诉 我们也都一一 进行了反馈 那随着各地 纷纷开栓公暖 今年呢 守望都市的 供热集查队呢 已经进入到了 第五季 我们的节目呢 也将继续听取 大家反映的问题 通过采访 以及回访 供热公司的方式 帮助大家 温暖度过这个冬季 守望都市 供热集查队 陪你温暖过冬 我是记者一辰 熟悉我们的老朋友呢 肯定知道 我们守望都市 供热集查队啊 已经陪伴我们 度过了四个冬天 那在这四年里呢 我们也为广大的热用户呢 解决了众多的热问题 那如今又一个 供热季即将到来 我们供热集查队 第五季 也正式拉开帷幕 为您的温暖保驾护航 供热系民生 是冬季里 百姓最为关心的事情 什么时候供暖 供暖以后 温度能达到多少 偶尔出现的 热力循环不畅 管线跑冒低落等问题 能否得到 及时妥善解决 供热集查队 在寒冷的冬天 为热用户解决难题 供热投诉24小时受理 范围覆盖全省 现在这屋里边 就是一点热气都没有 一直没有来气 磨着冰凉 这个大员这个热没过来 这个水没循环 打开看看什么原因 我今天肯定处理好 从2018年 供热集查队第一季启动 四年来 成功帮助了 成千上万的家庭 解决了供热难题 同时也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那个通气了 通气现在有温度了 特别感谢 咱们首要都市的栏目组 然后把咱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现在屋子里边 已经暖和起来了 仅去年一个供暖季 就接到供热投诉近5000条 每天都会为居民解决供暖问题 太有期待了 这个板块对我们老百姓有好处 替我们老百姓说话 解决我们老百姓的供暖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 公众其他队我也经常关注 每年的这个供暖问题 也都解决得非常好 打电话给你们 你们接触到了我的信号 你们就回复 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就觉得真的挺好的 如果我家出现了 这个供热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非常信任咱们守望都市 然后也愿意去找咱们这个 供热吉他队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都市频道的观众服务部 那平时工作人员就是在这里 接打来一次观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那如果您家中也出现了不热 或者其他的供热问题呢 也欢迎您第一时间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3890 890 8900 我们的供热吉他队呢 也会第一时间到您家中 帮您协调解决不热问题 这里是首王都市记者 伊晨 龚雷为您发回的报道 近日长春市卫健委公布了 数条行政处罚信息 其中包括极大医院 二院以及一些民营医院 在内的多家医院被处罚 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些医院的 哪些问题如何进行处罚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近日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公布了数条行政处罚信息 其中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未按规定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未按规定开展手术前预备应对方案 违反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条 依据相关条例除以警告 并罚款人民币两万元整 同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及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未按规定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 依据相关条例除以警告 并罚款人民币一万元整 长春均安医院C型币超出批准范围 从事放射诊疗工作 依据放射诊疗管理条例第38条第三项 除以警告并罚款三千元整 另外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因临床用鞋储存不符合卫生要求 未按规定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 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县协法第十二条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8条 依据相关条例及要求 除以警告并罚款人民币1万8千元整 首王都市报道 今天是第52届世界标准日 今年的主题是标准促进可持续发展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将世界标准日的中国主题确定为 实施标准化纲要促进高质量发展 今天咱们吉林省也围绕这一主题 开展了宣传活动 为了纪念第52届世界标准日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在10月14日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 据了解 标准化一般是指对产品规格 测试手段等 在一定范围内做出统一的规定 实行标准化 能缩减产品品种 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等 截止到目前 全省共主导或参与制修订 国家标准524项 行业标准612项 地方标准2496项 共有12家国家级标准化技术组织 洛河国省 有其一项企业标准 进入国家企业标准领袍者的排行榜 数量位居东北区域首位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其实标准对企业的措与作用非常大的 把标准落实到企业在应用环节 各个环节 为经济社会 包括为环境 环保 节能等方面 做出更多的图书贡献 守望都市 陈汉广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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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除此之外 九月初九在中华文化当中也被赋予了长寿的含义 2012年法律明确 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那么这一天还有哪些习俗呢 咱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怎么说 重阳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民间节日 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就是重阳节了 这一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也是敬老节 由于九是数字当中最大的一个数字 又有长长久久和健康长寿的寓意 那刚刚施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 其实重阳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吧施老师 是的 重阳节它源自于易经 易经你怎么说呀 九月九日日月相应 这个九啊数字中最大的数字 而且是最大的阳数 两个阳数重叠 我们就管这个叫做重阳节 那也就是重阳节的这个名字 就是这么来的 施老师告诉我们 重阳两个字是源于易经 但是形成重阳节是在汉代 三国时期 曹丕在九日于中瑶书中说道 岁往月来 呼父九月九日 以为易于长久 故以饗宴高会 到了唐朝 重阳节被定为法定节日 而在过去 古人在重阳节这一天 还有佩戴猪鱼 食用猪鱼的习俗 重阳节这一天呢 最有名的一首诗 就是王维的 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独在一乡为一刻 每封佳节被私心 摇之兄弟登高处 便查猪鱼少一人 猪鱼啊 就是一种植物 重阳节的时候 便开成紫色的花 接出紫色的果实来 防温去病的 这样一种果实 有人说 家里一口井 在井上栽上一棵猪鱼树 那个猪鱼的果实 落到井里头 井水就可以防温去病了 在江浙户地区 重阳节还要吃重阳糕 因为糕有糕的寓意 吃重阳糕有吉祥 步步高升的意思 在古代菊花代表长寿 又有养生的成分 所以喝菊花酒 是驱灾起伏的吉祥酒 重阳节这一天还要登高 因为这期间呢 恰好是清气上阳 浊气下降 人们都要享受着 这些清新的空气 世间的最高处 去享受这种清气 可能我们平时也登高 也登山 但是呢 哪一天都赶不上 重阳节 这天登高 对对对 是不是大家也觉得 这一天登高之后 能驱病 然后还能 能驱病 驱邪 而且能够长长久久 1989年 我国把每年的重阳节 定为老人节 敬老节 倡导 增老 敬老 爱老 助老的风气 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健康发展老龄事业 2013年7月1日 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每年农历9月初九重阳节 为我国的老年节 虽然这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 但是给家里的老人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 送句祝福 弘扬了我们中华民族 尊老的传统美德 也是尽了为人子女的一片孝心 尸王都市白鸽公蕾报道 今年的重阳节 也是我国法定第九个老年节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传统 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所以不只是重阳节这一天 生活中的每一天 我们都应该去呵护尊重长辈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上了街头 为咱们的老年朋友们 收集了一波祝福 您知道重阳节是哪一天吗 知道呀 9月初九呀 9月9吧 9月9号 9月9日吗 9月9吗 您知道重阳节有哪些习俗吗 那不知道了 灯糕望远吗 你这一领丁一问我 我还整不上癌呢 他住于灯糕 敬老 爱老 场局 帅琴 帅琴 蜗蜗干啊 蜗蜗干啊 吃粽子吧 吃粽子是粽子节 你觉得吃酒这一天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我都不在乎谁 老人有什么需要啊 看可以吃的用的啊 就是买一下 买一束料花 然后给家里的老人吧 反正回家陪父母吃个饭发红包 大家乐会一下 过节只是一时的 还是重要在平时的细节和关心上 没办法是最好一些 昨天我宿舍给我洗洗脚 给我吹去背啊 非常高兴 非常暖 让他们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地过好每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代代传下去 和大伙在一起 开心就是笑 现在这个快节奏 年轻人的工作压力都挺大 老人要理解孩子 但是孩子也要理解老人 比较孤独嘛 多多交流啊 打打电话呀 以温馨的话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这个话是双重意思 第一个呢是 我们老年人有个健康的身体 不给孩子添麻烦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身体健康了 孩子们工作也能安心 太多了和姥姥难忘的事 但是最难忘的就是 放暑假 放寒假 上姥姥家玩吧 或者是姥姥上我家陪我的时候 每次都偷偷地走 要到面走的话 肯定会哭 祝天下的老人 身体健康 保持良好的心情 祝我长辈健康快乐 开心心每一天 黄杨杰 祝嘉宜的长辈 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祝我们的爸爸妈妈 节日安康 天天开心 祝天下的老年朋友们 身体健康 和家欢乐 事事如意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那今天咱们也一起认识一位 用自己行动诠释这种美德的人 他叫刘建军 在长春市惠民路上 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理发店 他的店里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提供免费理发的服务 而且已经坚持了27年 九四年五月二分 从黑龙江贺岗来到长春 开发了小点这个理发店 小的时候母亲去世嘛 父亲为了生计 所以说到外地去打工 所以说我就是吃百家饭 就想回报这个社会 从开店的时候呢 就是每天早晨 为70岁以上的老年免费理发 但一半呢就已经生27年了 好 好 你自己完事了 捡完了 好了 谢谢啊 到店子看看 谢谢 辛苦 辛苦了 谢谢 多谢啊 辛苦 辛苦了 来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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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头也够长的了 够长的了 一个的一个半月了 九五年的时候吧 我们有个邻居 那个就是来敲我的门 说他说 阿军啊 张大爷现在好点了 你去给他理理发 张大爷平时好的时候吧 就是可精神了 有半年多没去理发了 完了得知呢 他已经是得那个猴癌了 完了就是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吧 就人都瘦得都脱象了 完了 猴浪这块那个产 他大馆了 给这边理完了 他家人把他给翻过来 完了把那边理完了 就这样的 完了我回到店了以后 没有两个小时 反正这张大爷就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 为这种临终关怀的老人理发 就是当时因为也不知道 说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 回来以后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 这不就是我们需要 那个为老人需要做的吗 其实这没有什么害怕的 我们习惯了 就把这些工具吧 就天天都在地里边 是吧 因为不知道哪个老年人积居 要我们上班来放 所以我们就天天都是这样 把这个东西一卷 放到我们的包里边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如果我也是能影响他们 也会让更多的老年感到幸福 在永川街道的那个培养下呢 我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2017年5月呢 在我们永川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呢 我以我的名字成立了 刘建军进来信资源者联合会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 能给老年带来快乐 一切都是柔软又严静 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影 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连曲 关爱老年人除了让他们健康开心之外 还要时时刻刻的给他们更多的其他的关怀 比如说让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没有和主流社会生活脱钩 就比如现在咱们互联网的发展普及 人们已经适应了智能化的生活 上网看个新闻 微信支付购物 网上预约挂号看病等等 这些网络带来的便利 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说完全掌握还有些困难 帮助他们尽快的熟悉当下的生活方式 融入智能生活 也成为了社会各界努力的方向 今年以来部分智能终端产品企业就集中力量 研发了长辈模式 进一步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滑动手指浏览一下新闻 刷刷小视频 从开始的老年机到现在的智能机 在各种各样需要手机操作的数字生活中 老年人往往有些懵 在一个秋菜销售点 记者发现相比于电子支付 老年人则更倾向于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 为啥咱不用那个手机扫码 我不老年可以问老年卡没有 那我不会整 扫那个机箱码这些你会不会呢 那个会就是那个学会了 尤其是那个健康码啥的 就要乘车码那不会 咋学会的呀 谁教你的呀 孩子 花钱让孩子说给你转点微信 不敢花 也不会花 怕少丢了 这个也是多个名的 但我不会扔 不会 那平时用这样的电话 就干什么呢 打 爹 鸟头呢 也不使用了 是吗 对呀 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说难不难 反正有一点困难 但是要自己要是真正的想整个也可以 智能手机不太会用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我就给儿子打电话 还能打电话 不过也有一些老年人 能熟练的使用电子智能产品 王大爷就是一个电子迷 据说智能手机里面的软件 他用的都挺溜 个别问题就是 上百度查一查 你还会用那个百度呢 是吗 小视频 我基本就是在这里 种花种草之类的 这还行 这还重 这些都是自己 你就摸索的是吗 对对对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 对于一些电子支付扫码功能 老年人普遍表示不敢用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帮助老年人 适应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呢 今年2月份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 要求相关企业加快试老化终端改造 助力老年人融入智能生活 建立健全 智能终端产品 试老化标准体系 研究制定智能终端产品 试老化水平的评价体系 鼓励企业按照试老化的要求 不断推动智能终端持续优化升级 智能手机作为老年人 日常使用最多的移动终端 今年下半年开始 一些电子软件也进行了试老化改造 例如呢 我手机上面的这一款 铁路12306这款软件 我们打开以后呢 可以在搜索栏来搜索爱心版 那么我们在更换爱心版本以后呢 可以发现在页面上呢 对比度更加的明显 字体方面呢 也是把字号整体加大 也来方便老年人进行使用 爱心版模式就是说 老人用可能可以调字体 字体比较大 可以这个把这个字 可以给它念出来 除了电子软件以外 一些公共场所 也特别为老年人 设置了相关的爱心通道 在地铁站内 每个入口处都特别设立了 扫码和人工填写信息两个通道 自住购票机的位置 也有工作人员会协助老年人操作 微信广场是吗 行 一张吗 对 好 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这里扫码 然后点击一下支付 听试员的主要会帮助乘客和引导乘客进行购票 以及帮助乘客快速进站等 遇到说没有智能机的老人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要求乘客出示他的身份证 或者是护卧本等有效信息 到车站进行登记 我现在可以用这个手机码 不用那个原来的那种卡了 那就是现在会议了觉得是不是很方便呢 非常的方便 我感觉 此外 社会各方也正在努力地帮助老年人 从手机自带的大字显示设置 到医院的导诊服务 多一些关心和关爱 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智能生活 跟上时代的节奏 手望都市 新京 名利报道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 车约散注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手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最近有长春市民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 说在生态大街与世光路交汇 自西向东行驶的十字路口上 由于立交桥的遮挡 车辆行经这里的时候 驾驶员看不到红绿灯 也因此影响了这个路段的车辆行驶 那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的记者也到现场进行了走访 近日有市民反映 在生态大街与世光路交汇 自西向东行驶的十字路口 竟然看不见道路上的交通信号灯 这灯 这灯咋看呢 这灯被瞧大 我们现在这啥仔的灯 哇 这车眼前这车刷刷跟走 这肯定我就是红了跟走 等了一会儿驾驶员发现 绿灯亮了 这才知道原来是红灯的位置被挡住了 今天我们也来到了该处核实情况 它这个红灯的时候吧 确实是看不见 这个线 第一排看不见头上那个灯 就得等到看见绿灯了才能起步 不敢走 正如驾驶员们所说 还有一个红绿灯就在停车线的上方 第一排的车根本看不见 记者随后也来到了对面红绿灯处 发现对象车道就不存在该问题 记者也将此情况反映给了长春市交警支队 工作人员表示因为交警支队只有使用权 而维修管理权在市政维护管理中心 记者也与该部门取得了联系 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市城建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知晓此事 并会调查核实 守王都市报道 前些天长春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预警信息弹出了一条提示信息 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信息显示一辆白色大众叫车驾驶员 驾驶证异常 这个驾驶证已经超分停止使用了 但是驾驶员仍然是开车上路行驶 随后在对这辆车辆拦截检查过程当中 民警发现这名驾驶员由于担心被查 竟然把自己妹妹的驾驶证放在了车上 这姐妹俩虽然长得像 却还是被驾管科技信息化系统识别了出来 9月30号下午2点多 交警支队指挥中心预警系统谈出一条提示信息 一辆白色大众叫车驾驶员驾驶证信息异常 指挥中心民警立即利用信号灯远程控制系统 将该车阻断在车流中 并通知正在附近巡逻的执行交警前往处置 民警通过警务通查询 发现该车车主与驾驶证上的姓名相似 且样貌也相似 为了确认该人真实身份 民警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答案 经调查 王某的驾驶证已累计达20分 一直未参加满分学习 驾驶证状态为超分停止使用 属于无有效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 由于担心被查 就把自己妹妹的驾驶证放在了车上 最终机场交警对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并依法对其冒用他人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的两项违法行为 除以罚款2200元的处罚 史王都市张言 于峰报道 那这驾驶证呢 不能用别人的身份证当然也不行 前段时间呢 民警抓到了一名盗用他人信息乘车的男子 据男子交代呢 他是用朋友的身份证购买的车票 但是他为什么要冒用他人身份呢 我们来看看事情的情况 近日长春车站派出所民警 接到旅客马先生电话报警称 他本人收到了一条12306购票软件 发送来的购票信息 但马先生此时并未购票 便怀疑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盗用 驾驶之后呢 我们就立即开展调查 通过马先生提供了他个人信息 我们在天台上面发现了这个冒用身份证这眼儿 使用这马先生身份证购买了 一会儿电话给打电话先过来 通过车长的身份证进行进一步的核验 发现他自己的身份证是没有买票的 由于事实不符 他慢慢也收不住自己的这个谎言了 列车到达长春站后 办案民警在车厢内将该男子带到值班室进行进一步调查 经调查该男子为岳某 其冒用的马先生的身份证是捡来的 现岳某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相关规定 被长春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首王都市 家路雨风报道 长春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了 2021长春马拉松顺眼举办的公告 公告中通报了2021长春马拉松顺眼至2022年举办 那具体的信息来看一下电影发布台 长春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2021长春马拉松顺眼举办公告 2021长春马拉松顺眼至2022年举办 退款对象已获得2021长春马拉松各项目参赛资格 且未申请退费的跑者 组委会将在10月30号前完成退费 具体相关信息可登陆长春马拉松赛网站进行查询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明日开始 本次招考共有75个部门 23个直属机构参加 计划招录3.12万人 报考者可于明日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 登陆考录专题网站进行报名并提交报考申请 公共科目比试将于11月28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同时举行 重阳节来临之际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医疗服务队来到白山长白县马路沟镇果园村 为当地群众进行健康巡诊 医疗服务队为高龄老人和当地村民免费进行了采钞 心电等十余项检测服务 三合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们来到驻地村镇看望留守老人 帮助老人解决秋收困难 今天上午长春人文学院最人文工作室的学生们来到了长春市邻里之家老年护理中心 在现场为老人们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 同时发放礼品和老人一起编织中国节欢度重阳 希望通过我们的歌舞还有和爷爷奶奶们一起编织中国节来度过这个节日 弘扬中国的成本文化和老人一起机械互动 让他们也能够首脑兵用 看到孩子们来到这老院给老人演节目 我们非常欣慰 为了丰富辖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长春市荣光街道民风社区组织辖区居居民开展娱乐活动 老年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节日 首望都市编辑报道 首望让点访一起刷新世界 在过去的24小时里有这样一条视频刷爆全网 本月11号山东早庄的一个学校里 一名兼职教师因上课提问 与一名学生发生了肢体冲突 视频当中老师对学生是拳打脚踢 目前的校方表示 打人的老师已被辞退 有网友留言说了 这老师哪有一点为人失表的样子 还有人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过再怎么说 也不能动手打人 还有 网友说了 老师打人也不能仅仅辞退了之吧 这兼职教师的选拔也不能马虎啊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河北石家庄 那本月12号呢 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拍到了这样一幕 一辆货车上载了一只长颈鹿啊 那就在这个货车路过高速公路的标志盘时呢 这长颈鹿的头险些遭了殃 看到这儿有网友留言说了 可不可以让长颈鹿把头转过去呢 看到障碍物自己躲一下 还有人说了 我觉得可以让长颈鹿躺下 毕竟呢坐着不如倒着 这个标志盘呢没有撞到长颈鹿 但是下面这位呢 却是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 本月13号呢 有人在广州街头呢 拍到了这样一幕 一名男子从一家按摩院的二楼窗户摔了下来 这究竟是因为点啥呢 咱们一块去看看 有网友留言说了 这个刚按好的腰又摔残了 还有人说这位是有多热衷按摩啊 这命都不要了 下面这位也说了 刚离开按摩院又得进医院了 那下面这位呢 也是不太像话 明明买的是高铁二等座的票 却非要坐在商务区 乘务员对其好言相劝 没成想呢 这位不但是恶语相向 还故意破坏周围的环境 看到这儿有网友说了 这种人以后就应该禁止他坐高铁 还有人说有些乘务员呢 对他是态度越好 他就越来劲儿 估计这位现在也算是开窍了 法治社会 你不遵守规则 这规则呢 就必然惩罚你 您再瞧下面这一位 随手把还没有吸密的烟头 扔进了路旁的垃圾车里 没成想这天干雾燥的季节 烟头竟然呢 引发了一场火灾 有网友留言说了 把烟头掐灭了再扔不行吗 还有人说 你图自己一个人的方便 最后给多少人带来了不便呢 那很多危险呢 其实就潜藏在人们 平时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之中 那就在本月9号的晚上 四川的街头呢 上演了这样一幕 一名横川马路的市民 不顾及左右的车辆 是低头看着手机 结果出事了 有网友留言说 过马路不走翻马线 还低头看手机 这人怎么想的 还有人说了 现在晚上开车真得加小心啊 说不定哪就钻出来的人 相信呢 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 会对这起事故的责任 给予明确的划分和认定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切勿让低头族的这种 不良生活习惯肆意满延 特别的是在过马路的时候 手机里的内容 或许很精彩 或许很重要 但是多精彩多重要的内容 值得您将自己的生命安全 置于不顾呢 好了 我们今天先刷到这儿呢 接下来呢 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本来我们由 长城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近段时间以来 长春市静越消警组织警力 针对辖区居民反映的 货车夜间闯红灯的行为 进行了集中整治 在12号晚间的行动当中 有一辆大货车 居然是连着闯了四个红灯 民警立刻组织警力 拦截货车 并且进行了处罚 10月12日晚 当民警在路面进行流动 巡逻过程中 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车 由静越大街金河街附近 静止驶向市集广场方向 一路接连闯过四处红灯 这一幕也被交警全程目睹 在呼叫前方警力 对该车进行拦截后 民警也依法对其进行处置 在要求驾驶员出示驾驶证件后 民警依法对驾驶员闯红灯的行为 进行了罚款200元 驾驶证继六分的处罚 你平时有这么开车吗 是吗 不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 你是不是闯红灯闯过了 看没车就过了 那红灵灯的话 没有人就可以闯吗 错了 在随后的查处过程中 通过前方民警呼叫 又有一台货车涉嫌闯红灯 但现场民警却未看到来车 通过将卡点向前推进 民警这才看到涉嫌违法的大货车 竟然在马路上缓缓倒车 民警随即上前将货车截停 哥我真没闯 你没闯啊 你没闯没事 我给你找路向去 没问题啊 直至民警将执法记录仪展示给驾驶员后 驾驶员这才承认了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据了解 在当晚的查处中 民警供查收12台涉嫌闯红灯的货车 我们两组人员一组人员在那边取证 一组人员我们在那边进行堵截 执法进行处罚 还有的扩大号它是不清的 还有这个反光标识不清的 录不下来的 所以是我们人为的进行取证和处罚 守王都市 家路玉峰报道 近期我们的节目中发布了 长春市延吉市多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警方通告 提示集资参与人赶紧报案 那最近通话县反诈中心 也发布了一则非常接地气的紧急预警 提示广大群众提高警惕 警方诈骗 10月11号 通话县公安局反诈中心 发布了一则紧急预警 居民们 我们的心态要爆炸了 国庆节刚过 咱们县连发四起电诈案件 这四位居民都是接到了 冒充公安的诈骗电话 被骗了20多万 求救了 公检法再给你们打电话 你先打个110 问问不好吗 这通俗的大白话 苦口婆心的规劝 真是让我们感受到 警察叔叔们 为广大群众是操碎了心哪 APT下载活动 安全官员 我们每天接到这个预警 电话的数量 大约是300到400 我们就赶紧给他 打这个确实电话 他的被骗了 比较正统的那种 发布格式也发过 就可能看一眼 又是案例 又是提示了啥的 没有耐心去看 不入行的话 他掌握不了这个防大知识 他损失钱了之后 我甚至比他都信他 民警们在反诈工作中这么努力 我们广大群众 也的确更应该提高警惕 同时在最近两天 长春市严局市 发布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的警方通告 再次给大家敲响尽忠 中文字幕提供